譬如說我們都有遲到 晚上吹高雷 假裝日就一定有家修來這裡買大修 甚至說晚上我們就把大家廟 都有那個腳步聲 或是有些怪聲 假裝日就是有人會來買冠茶 應該是夢珈其先來看我們吧 夢珍有土壯的地方就是一般都是較高屋的地方 也就是說我們每一個館市有那種土壯區 因為價位的土壯專需那種的 比較有利用土壯 像是宜蘭、勞動、大客戶 我們通知還有很多很多都在土壯 我叫林一華今年三十五歲了 我們家開冠茶店 總共四十年了 這個冠茶店是我們爸團都來的 因為我們爸十七八歲就開始去歐江湖了 以前是從窗戶做客戶的 做鏡頭的 後面大家出來回來又開一間 以前我們長桌是八人在做 一個月都做七八十顆了 因為我們是到店口 到省人的那種冠茶店 每天都在出口 做冠茶最辛苦的所在就是這個 做冠茶店 再來是技術服 可以 所以很辛苦 因為我們這些茶都是 正口的 要 年後這些都是新的 所以你沒有什麼機會 跟我們這些茶就是 做家庫的都是一樣的 就跟我們緣木下去切 下去採 做出來的冠茶 這樣 這都是乾淨的東西 不需要害怕 例如是你剛到人家 算說你出山那種的 有的比較怕沖山 這樣 以前都用毛頭 有它噴 一咀一咀 有它噴 這樣 所以 很粗重 早期的味道都是土種 叫媽祖人來說 他們比較重的就是大手 還不然就是風水 他們在生 變成說 老花的人 都會走走的時候 就會先來我們這裡營 像我們今年淪月的時候 都會說來營冠茶 天火燒這樣 算說讓他們更加勇氣 小學的時候就對我爸 走來走去 他去跟他去跟他都做跟他 阿我對這很有興趣 所以我都很用心地去跟他 更好 那我們冠茶一般 如果老人的時候 都比較小味 老人比較沒人到 更沒人到 更沒人翁身 阿如果老人 一些老人 心血管疾病的 他用就更多的 更大的用 冬菜的行情就大概五萬塊以上 到兩三百萬 都有 分 第二分 細菌 分春秋 大小粒 來說 都介紹很多種 主要是以茶 去訂這個 冬菜的費用 我們做的完結就是 我們 就是一定要失望 我們不要互相 讓 算是做堅固起來 做信用 就是我們 六年後 十年後 就是要讓 有一個交代 別說茶 到六年 吹不乾茶 吹不骨頭 我們就是當作 幫助這個 眾生 做公地 我們就好好做 做 讓 王生的 睡覺到 舒適的 大廚 觀察 我們主要是 算做 土種 現代都是用秀的 規劃 漸百分之九十幾 土種一定 越來越少 這都重金 重點 沒有了 細菌漸漸 它的滴滴收起來 再來就像大菌的 大者恆大 大菌的 就越來越大 大菌的 我們做官茶 做西公的 都是穿地殼 現在 殯葬夜 都要穿 大 穿得很多 體面 當初政府說 金總 我們也沒有太多 我們爸的想法 就是做到台 每天都在做 每天都在做 在做 這樣 自從我接手後 就是變成我們 都在積極 想要把它轉型 變成 氣和發 就是 我們做的品質 更更細 噴嚇什麼 還是說 服務什麼 我們總共都一定 跟集團 要下去做比較 我們才有辦法 升純 不然我們就去 叫大菌的打條